我們講到 美國這邊也會進行 F-16的訓練 訓練應該會在下個月 9月的時間 會在德克薩斯州 Texas那邊 那邊的空軍基地 接下來會進行 進行的部隊應該是第162聯隊 另外也有機會在阿里桑那州 那邊的空軍國民警衛隊的基地 做一些飛行和飛機維護訓練 即是說 基本上是前線的飛行員和後勤 一些維護人員都會一次過 美國這邊就進行訓練 我們觀察其實其中一個 最大現在烏克蘭的訓練阻滯的位置 就是英文 英文似乎成為了一個很大的障礙 即是現在要透過語言的訓練 即是說很搞笑 就是你一直要學英文 一直在訓練 烏克蘭的機師 如何去進行這個培訓 英國和丹麥那邊 都已經進行 即是一方面是英語訓練 一個就是操作技能 同時都要進行訓練 現在就會觀察 即是現在究竟 烏克蘭能夠派到多少的戰鬥人員 以及他們的維護人員 然後就快速進行這個訓練 所以他們第一步就是確保 烏克蘭人的英文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因為你亦都要有英語的技能去操控的飛機 即是我們所說的 有些語音的功能 你真的發不到那個音 你真的搞不到那架戰機 這個也相當重要 大家也知道很多 現在飛彈的發射 亦都就有這個語音功能 尤其是F-16那些 所以都真的需要你有一定的英語水平 才能夠運用到這些功能 烏克蘭人的英文 當然 我們跟大家講過 一般的水平一定有 但是去到戰機的水平 即是你透過一些比較複雜的Menu 對它們去盡量了解 可能是真的比較相對困難 即是你說如果用ISO 27 米的29等等的機器 當然那個先進程度會大很多 所以它面對著那個飛行 那個practice 裡面 要新適應的東西 用這個英文去做 都會有困難 其中一個困難 就是在那個模擬訓練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模擬訓練倉 在進行他們的飛行員評估的時候 經常都發現 都有這些語言問題出現了 包括他們有沒有足夠的英語水平 去閱讀那些標板 那些Monitor 那些顯示器 因為那個如果英語水平 不夠的話 那真的沒有辦法了解到 那個戰場態勢感知的 這個也很明顯的 不過當然我相信 他們會很快速的 進行英語的改善水平 現在的評估就說 用了兩個星期時間 似乎英語的能力都顯著提高 這個是其中一個情況 製作那個教學的大綱 但我相信 他們都要盡量把英文的要求 看看怎樣去降低一點 但是那個現實的培訓時間表 其實最多就是四個月而已 我們經常都說 四個月是最基本的訓練 他們起碼四個月裡面 牽涉到三十二個星期 有八個星期做一個過度的訓練 然後大概又給多兩個星期 做一些低級別的訓練 然後再有三個星期 就是對於空對空作戰的訓練 一步一步 然後將訓練的難度向上提升 所以就那個評估上面 我們計來計去 你現在在美國九月 真的去到一月二月才完 所以經常都說 為什麼要差不多去到夏天 才會得到F-16 以及接下來就一個全面的戰鬥能力 至少也要有一定的空軍的規模 才能夠做得到這件事 另外 如果要充分 令烏克蘭去發揮F-16的戰鬥力 根據美國 包括他們的主歐洲的空軍司令 美國空軍上將 他們的表示都隨時要去到2026 甚至乎2027 才真正去發揮到F-16的真正的威力 當然這個就不難理解 如果現在去用F-16 都只是用到一些最基本的空中格鬥 甚至乎對地面的攻擊 或者做一些更複雜的野油任務 或者一些複雜的任務規劃 或者是隨時要更改任務 飛行路線等等的事情 那這些我相信 就不可能 是特別快速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做一些 在戰場上 比較簡單的任務 暫時可以留下 空中格鬥的訓練 我相信都 本身飛行員有自己的飛行格鬥訓練的經驗 有機會是真的可以快些的 但是你說如果要做到 除了機動之外 要做到編隊的飛行 編隊的掩護的戰術 其他武器使用 其實都真的要盡快去處理去做 以及究竟他們用北約的戰術 如何去攻擊俄羅斯的戰機 這些戰術培訓 在美國來說也是相當之基本 但是如果他們 因為烏克蘭的飛行員不是白紙一張 他們自己有他們的戰鬥經驗 能不能夠 知己知彼的情況之下 更加快 這個都要看以實戰觀察 另外大家看到 這些戰機的線路 其實都是相當複雜的 所以烏克蘭的維護人員 亦都要握緊時間 他們的英語也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所有這些設備 都是外面全部都寫了英文 所以他們怎樣去學習維護 你看到這麼高性能的飛機 可以令到他們的妥善率 做到相當之好去做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挑戰 我們相信 現在我們說到F-16戰機 除了現在我們說到 荷蘭和丹麥之外 現在似乎 另一個國家都蠢蠢欲動 看來都可以參與到 今次的幫忙 我們在說這個國家 就是在說挪威 我們說到挪威 都頗有機會 將一些F-16的戰機 提供對比烏克蘭的情況 當然我們說到 挪威 本身有不少的F-16 50多架左右的F-16 當然也比較早 A-B型 後期做了一個中期延售 直到去年 其實他們都已經 將F-16的退役 然後去動用F-35 我們說他都算是 全世界第一個國家 將他們的空軍 全面五代機化 就是挪威這個國家 他們現在全部 清一色 都是F-35戰機 作為他們的空軍防空部隊 當然相當先進 但是他們那57架的F-16 完全退役後 當然也要勿盡其用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F-16 是有他的知識產權 所以你要將他怎樣處置 都要得到美國的同意 現在的觀察 包括荷蘭和丹麥都已經得到美國的准許 挪威這邊當然也要做一些書面的申請 做書面申請的情況 照道理 美國就沒有理由 就是給丹麥 給荷蘭 就不給挪威 不過在這個時間表上面 我們會再觀察 包括挪威和美國那邊達成的協議 以及挪威自己的準備 是怎樣去做 挪威的空軍 他們總共有57架的F-16 其中他們將32架 賣給他們的盟友 羅馬尼亞 32架去了羅馬尼亞 正好補充羅馬尼亞的空軍 他們有一部分的F-16 但他們還有一些很舊的 例如米加21 他們經過升級的戰機 所以他們得到了F-16 當然對北約東翼的防衛 提升了不少 這是一個達成了的交易 剩下了 有12架的F-16 原本應該會賣給美軍 一間私人的訓練公司 這間是什麼公司 是不是Draken International 還是Pan Asia Pan USA 即我們說泛美航空 或者Draken 我們暫時都未太清楚 因為這一筆交易 似乎是最後都沒有獲得 最終的確認 如果沒有得到確認的話 不好意思 如果未得到確認的話 很可能這宗交易 都是告吹的 告吹之後 究竟 這些F-16會交到哪裏呢? 這12架的F-16 是否會交付給烏克蘭呢? 這也是很多不同的 軍武分析中其中一個可能性 剛才我們說到 57架裏面 有32架賣了 其實還有25架 12架剛才說了 還有13架 剩下13架 只剩下13架 似乎問題比較大 包括如果你要把它去維修 或者將它升級 成本就太高了 維修難度也有 其中一個就是把零件拆掉 零件拆掉 零件拆掉 就叫做一些維修零件 交付給其他機器 這些我們經常說 拆骨 拿來給其他機器做 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做 包括伊朗 我們說的F-14 他們都有些機器 預備了不飛 然後拆零件 維護其他正在飛的戰機 這個就是很多國家都這樣做 所以這13架的F-16 我們看來應該都是報費 應該不會拿來使用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真的剩下剛才我們說的12架機 最後如果不賣給私人公司 就真的很有機會 再將它調校一個最合適的條件 那個Conditions 然後將它捐贈給克蘭 這個我們也希望 即是說挪威最終能夠 將一個中隊的F-16戰機 能夠移交到烏克蘭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之前說過 40多部機 烏克蘭應該會收到 當然大家都很希望 是61架的F-16 我個人都是維持 我覺得最終真的不會有60多部機 我相信40多部機 再加上挪威這裏 就很有機會 接下來真的差不多有5個 或者4個半的中隊 能夠最終能夠抵達到烏克蘭 當然這個是一個 相當令人興奮的消息 如果你是大概 差不多4個半的中隊 去對待俄羅斯的蘇35 甚至乎低階一點的戰機 例如蘇24、蘇25、蘇30 是真的會有一定的優勢 可不可以維持到空中優勢 甚至乎反擊的時候 可以利用它去開路呢 這個綠燈的情況 就會令我們更加期待的事情